大家好 這裡是網路小書童 本集影片要介紹在電腦端上 可以免費使用的VPN 就是SoftEase VPN Client 也是VPNGate Client 小書童在之前的影片有展示過手機端上使用VPNGate 而這一次 我會從安裝、設定 與連接VPN等動作 一步步帶大家來使用 好,讓我們來看電腦操作 我們先到網站上下載客戶端程式 我們來到VPNGate的首頁 點下載這裡 然後看到第一個下載的連結 我們要下載SoftEase VPN Client 加上VPNGate Client的插件 點這裡下載 接著我們將它解壓縮 解壓縮後的檔案夾只有一個執行檔 就是這個執行檔 我們把它打開 開始安裝 來到這一個部分我們 安裝第一個 VPNClient的部分 按下一步 然後選擇同意 基本上 我們直接安裝在稀草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它的一個安裝的 說明 好,現在安裝完成我們把 這個管理工具打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安裝好的 這個VPN的Client的介面 那它是屬於簡體中文的部分 語言的部分 可以調整 但是語言的部分它只有 三個選項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使用簡體中文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 要開始來連接 VPN的伺服器 那我們點 VPN Gate 公眾VPN的 中繼伺服器 這裡 把它點開 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總共有200個 VPN的伺服器列表 那我們可以從中間去找尋 我們要連接的 國家 可以利用國家來進行排序 好,那這樣找起來比較方便 如果說我們找了一輪 發現沒有 想要連接的 這一個國家的伺服器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 刷新列表 但是因為這200個列表 是比較優良的伺服器 所以呢 他們會推薦這200個 那不一定有我們想要的國家 所以呢 我們可能要碰碰運氣 找找看 好,那我隨機選一個VPN來試試看 然後點選其中一個VPN的伺服器之後 我們連接到VPN的 這個部分 會跳出這一個畫面 這是我首次在 連接VPNGate所跳出來的提示 那我們點這個請不要再次顯示消息 它就不會再出來了 然後我們點選同意 接著我們要 挑選我們要使用的VPN的協議 那一般來說使用TCP協議這個推薦字就可以了 除非這個VPNTCP的協議連接有問題 那我們可以再使用 UTP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它會開始建立一個 VPN的虛擬網卡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虛擬網卡來上網 那我們等它建立完成 好,建立完成之後呢 它就開始連接到這個VPN的伺服器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已經以連接這個VPN的伺服器 那它是 應該是韓國的伺服器 那我們可以打開網頁 我們現在來進行我們IP位置的檢查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我的IP位置 走連接這個地方 是南韓的首爾 我們就已經連上了這個南韓的VPN的伺服器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伺服器 它的 效率如何 它的速率如何 我們來到YouTube這裡 然後我開啟一個 4K的影片 我們來播放這個4K的影片 來看它的 整個效果怎麼樣 好,我們打開這個4K的影片 我可以把它放到全螢幕 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將這個 關起來 然後我們來做這個 網速的測試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它這個地方是來自於 韓國的IP 我們來點選它的測速的部分 它的速度速率最高可以來到160的 Mbps 那基本上已經貼近我本身的 網速了 然後它的上傳的速率也有可以來到 8Mbps左右 算是很不錯 所以整體來講它的網速表現都很亮眼 這個VPN的優勢在於 VPNGate 這個VPN的優勢在於 第1個 完全免費 第2個 多種系統平台 例如Windows MacOS Android IOS 這些都有支援 第3個呢 無需註冊帳號 完全匿名 我們就能夠連接到VPN伺服器 第4個 連接之後 完全不限速 可以開心上網 來個VPNGate的缺點 則是 第1個 它有不確定的日誌保留策略 每一台VPN伺服器 它的管理者制定的日誌保留策略不同 所以相關影視安全性比較低 第2個 VPN伺服器 它的狀態並不穩定 因為伺服器是由志願者提供的 所以伺服器隨時都有可能會離線 穩定性不足 第3個 沒有客戶服務 一切都要靠自己除措 靠自己摸索 發生問題的時候 解決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呢 我建議 對於VPN的隱私 與穩定性比較看重的朋友 可以考慮使用付費VPN 反之 我們就可以用用VPNGate 讓大家自己評估囉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MING PAI